蘿蔔糕不一定是蘿蔔做的 蛤 天的漂亮 它必須用大量的油脂 168斷食法 你沒試過但絕對有聽過 因為中午要跟同事搏感情 晚上要跟朋友敘舊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忽略到早餐 可是早上沒有吃餓肚子上班 到底該怎麼辦呢 所以沒關係 今天這隻我要來挑戰 找到100大卡的完美早餐 如果你不用餓肚子上班 又可以有效健康節脂 算食效果更加倍喔 那Let's go 來到中式的早餐店 一定要點燒餅跟油條 可是感覺就會爆卡 冰 紅茶 然後再配一個蘿蔔糕 超三早餐的好處 就是後面都有標示大卡 可是隨便拿一個御飯桶 熱量都超標 所以聰明如我呢 我就選擇茶葉蛋跟美式咖啡喔 琼月營養師 我剛剛已經買了 中式西式也有超商型的早餐 第一個我就先來挑戰一下 我覺得這個中式早餐呢 蘿蔔糕是蘿蔔做的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蘿蔔糕不一定是蘿蔔做的 蛤 主要都是澱粉類 它為了要煎得漂亮 它必須用大量的油脂 早上一單吃這個來講 其實我覺得不太OK 西式早餐應該可以吧 因為我知道吐司其實是精製澱粉 那如果我們把吐司拿掉 雞皮裡面的沙拉 應該還OK吧 沒有沙拉能吃滿燙的 它隱藏的地雷就是那個滿滿的沙拉醬 最後還有一個殺手鍵 就是便利商店 好 它會有一個茶葉蛋跟美式咖啡 OK吧 我們現在有蛋白質 所謂均衡呢 就是必須含有我們所謂的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好的脂肪 最好還可以有膳食纖維 大腦的一個細胞呢 它的一個能量來源 主要是從葡萄糖來的 攝取到一個好的一個 碳水化合物 把我們一整天的一個代謝的開關 就把它打開 又會有滿滿的火力跟能量 而且還可以增強 我們的生殖代謝 是 所以這間早餐都不過關喔 到底要哪裡找到熱量 100大咖 又營養均衡的早餐呢 這是什麼包裹啊 M2的超能奶昔耶 營養師 如果拿M2的超能奶昔當早餐的話 可以嗎 我看一下喔 其實這個一包呢 它大概100大咖左右 所以其實也算符合你的需求 它裡面有碳水化合物 然後也有好的油脂 還有適量的膳食纖維 當做早餐的話 其實是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現在就來喝喝看吧 嗯 美好一天啊 就是要從這個幸福的早餐 這比我剛剛喝的無糖紅茶 跟黑咖啡來的 好喝太多了吧 奶茶酷乳 我也不用忌口了 剛剛又發現 它還有另外添加咖啡莓果 還有白聖豆的萃取物 對我們蒸雞減脂 也有不錯的效果 好 耶 嗯 у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